前两天是605,现在是599 年初的时候说一做活动能到400多 现在你再做活动它也在500以上 但现在买黄金比较多 一个是黄金的款式比较好看了 还有一个就是黄金它的保值 近期,国内黄金市场火热 多个珠宝品牌零售黄金价突破600元每克 日前,记者来到北京几家珠宝店看到 虽然饰品黄金售价涨至每克600元上下浮动 但大多品牌均推出客检活动 优惠后每克在540元左右 价格随居高位 消费者勾金热情却依然不减 记者在工作日下午的北京艺术宝城看到 不少顾客正在柜台前选勾金视频 消费者史先生告诉记者 尽管试金金价持续高企 但他更看重黄金饰品设计的多元化和保值属性 我主要是买黄金项链 黄金价格和国际金价是在一路的走高的 第二个从国内的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投资的需求都不是很旺盛 另外就是投资渠道确实是比较少 但是又有投资需要 那黄金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第三个和中国经济的组件恢复也是有关的 我们认为从八月份开始起 有了这个复苏加快的这样的一些迹象 可能要超出市场的一个预期 那么这些也都会推动老百姓的这种消费和投资的需要 金价未来是否还会上涨 刘春生认为 随着金九银时用金忘记的到来 国内对于黄金的需求可能还会增加 金价会继续延续上涨走势 但涨幅会趋于平稳 短期之内看起来这个金价还会有继续延续 它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可能也是因为 临近年底的时候咱们的节庆假日呢 也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婚庆也是迎来了一个高峰期 那么对于首饰金的这个需求呢 会更加的旺盛 对于这部分的需求的一个上涨呢 都会反映到这个价格上面 我认为呢价格还会继续进一步的上涨 当然上涨的幅度呢 我认为还会趋于平稳 刘春生提醒消费者 需要保持理性谨慎的投资态度 并从自身资产配置情况 风险承受能力 未来市场客观走势等方面 综合考虑 在合理的时机配置黄金资产 这样它可能从历史上的这个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正当上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那么它受国际 国内的经济形势影响比较大 它受美元和我们本币的这个影响 也会比较大 它受比如说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走势 大家的投资渠道 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呢投资金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的市场 它会有上下波动 它会有市场的风险在 所以对于我们的消费者而言 对于我们的投资者而言的话 建议还是谨慎入局